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手把手教您制作VR眼镜的课程 那么上一节课呢,我们通过编写程序读取硬件的摇杆状态 然后通过窗口发送给蓝牙模块 实现了用摇杆控制鼠标位置光标移动的这么一个功能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继续来向下学习新的内容 我们这节课呢,彻底的实现一个鼠标 好,我们还是从我们的这个PPT开始说起 我们这节课呢,主要的内容就是实现鼠标的功能 然后它的重点和难点呢,就是实现鼠标左右键的功能 那么难点在于呢,它的这个中段函数的处理 以及这个鼠标按键的点击和释放 那么重点呢,在于我们这个手柄硬件与软件的这个配合 这个一直就是我们这个手柄制作过程中的这个重中之重 鼠标这个东西大家都已经不陌生了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移动光标左右键点击 这两条虽然很简单 但是这个不同的应用当中它可以演化出很多种功能来 那么这里边我们就不展开说了 嗯,光标移动这个内容呢 上节课其实我们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就是使用摇杆来控制实现 那么有的同学可能就一想参开说 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个按键来实现呢 其实也是可以的 你按键摇杆能上下左右 按键也是可以上下左右的 那么按键的上下左右更为直接 因为它是四个IO嘛 摇杆的话还是通过两个模拟量来实现的 来实现这个上下左右的判断的 所以你用IO的话是完全可以实现鼠标上下左右移动的 那你就加上左右键的话 就是一共六个按钮 四个控制方向 两个控制左右键 如果要中间键的话 可能还得另外再加其他的按钮 那么我们呢就用摇杆来实现 因为摇杆毕竟它控制起来也更方便一些 左右键点击的话呢 就是读取硬件IO的状态 然后发送键码 当然这个话写的稍微简单了一些啊 就大概意思是这样 那么实际上呢 它读取硬件的IO状态的时候呢 是以中正的方式去读取的 因为我们不可能用死循环去总去检测这个 这个手标的左右键有没有点下 然后发送键码呢 也不是说检测到按键之后就立即发送 那么因为是采用中断的方式去检测 按键是否点下的 那么就 不会在中断函数里边做太多的这个发送操作 因为我们这个发送的是使用串口 9600的波特率 应该说这个波特率是相对比较慢的 一般的51单片机也就9600 4800这种波特率 对于SM32来讲呢 这个9600这个波特率是相对非常慢的一个波特率了 所以如果我们在中段函数中发送这个 发送这个键码的话呢 它占用的时间就会非常多 这也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一个事情 因为它占用时间越多 系统的响应就延迟就越多 所以呢 这里边虽然是两句话 但它实际上代表的意思是很丰富的啊 它不是说简单的读完硬件直接就发送过去 一会我们在程序中呢 会详细说这个部分 好 我们现在就来演示一下用手柄模拟鼠标的功能 那么演示之前呢 我们还是先看一下程序 打开我们的这个ID 鼠标按键这部分程序 主要是在这个外部函数里面 我们之前的这个移动方向的判断呢 这部分上节课已经讲过了 这不多说了 然后看一下外部中断这个部分 外部中断这个部分呢 主要是用来初始化 硬件IO作为这个中断源输入 然后中断响应函数 这里边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说如果你IO用到5之前的话 那么这个中断函数呢 就是一个对应一个IO 就01234 然后从9到5开始呢 这个SM32它的这个为了节省这个 中断向量这个入口 它9到5是一组 然后10到15也是一组 所以9到5之间的这个IO呢 通通都从这个一个入口进来 就这一个中断服务卡数 解决9到5个 9到5之间的这个所有的IO中断 这里边可以看出来我之前试过是9到5的这种试过 然后单独的独立按键的中断也试过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初始化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我们选择这个 啊 sorry 该错了 我们选择这个啊 PA7 PA7是在IO的这个位置 PA7这个引脚作为输入 那么我先实现的这个功能是按按鼠标的左键 好这里边是对PA7的一些初始化啊 初始化为出输入 然后因为它是那个第七条线嘛 所以它的这个外部中断的channel就是9到5 然后中断圆这个还是不变还是7 然后中断线也还是7 中断方式的话是下降严 那么它对应的这个服务卡数就是这一个 中断服务卡数上来先检测是否有中断 就是在这个外部中断线的第七条线上是否有中断 如果有的话呢就把这个中断标志为清零 清零以防止它重复的触发操作 重复的触发中断操作 然后清零之后呢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延迟 这个延迟主要是为了去抖动 因为这个按键呢 按下的时候它不光电瓶抖动 它边缘也是抖动的 所以我们就滤除 滤除一下这个抖动 滤除完了之后再读取按键 如果这个时候按键还是低电瓶 这个时候是纯的IO读取了 读取这个databit 就是读取这个数据位 然后如果是低电瓶的话 我们就认为是有效按键 那么我们的mousekey就等于1 然后打一下说中断了 再回到这个主核数中来 我们这个鼠标的HID扩展协议 它是在这里 那么上节课我们讲的是这个 移动的位置 就是上下左右移动 就这两个字节 那么buttons实际上上节课我们写的是零 零就是没有按键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肯定是要有按键的 有按键的时候怎么处理呢 刚才那个地方是在中断函数中 它只要有按键按下 它就会置位这个mousekey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判断的时候 多加一个 鼠标即使没移动 它有按键按下了 就是mousekey被置位了 那么我们也要进入到这个程序里边 进入到这个部分 进到这个部分之后呢 我们发送 先发送一次鼠标报告 这次鼠标报告 大家注意 如果xy有移动的话 那就正常的移动 如果xy没有移动的话 它的值是多少呢 是零 所以实际上是mousekey 就是这个鼠标按键被按下 然后鼠标移动与否 这个报告都是有效的 因为这个被按下 如果没有键按下的话呢 这个mousekey就是零 然后鼠标光移动不按下 这几种情况都包含在内 然后这是发送一次 这一次的话是 应对这个鼠标移动和按键按下的情况 然后按下之后 我们把这个mousekey 这个变量制零 制零之后呢 后边再发送一次 就是全部释放了 那么这一次发送 跟光标移动 其实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它发送的是零 它主要是把这个鼠标按键释放 表示说我现在没有按键按下 如果你没有这一段的时候 直到这儿 你会发现鼠标 左键一按下的时候 这个 前程的效果就是这个 鼠标左键一直在按着 不放 如果你一图动就变成这样了 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所以我们每次都是 把这个 按键按下之后 再把它释放开 如果大家想要这种 比如说选中拖动这个效果 那么发送完一次之后 中间可以检测一下 如果 IO没有释放 那么就一直维持这个按键按键的状态 继续移动 发送移动吧 这也是可以的 好了 因为我们这个 鼠标的操作呢 主要是 在这个手机上选一些文件 点击进行播放 所以我们并不进行拖动的这个操作 那么这部分功能呢 就暂时不加里面 好 这是一个 完整的例子 就可以实现移动和点击 然后这边释放开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效果 打开我们的这个摄像头 好 然后我们现在把 手机放在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放在这吧 然后我移动 我移动鼠标 进入到我的相册里面去看一下 好 我们现在选中这个图库 然后点一下之后就能进入 好 稍等一下 这个好像程序没有跑起来 好 我们把这个得烧进去 好 现在程序运行起来了 那我们还是看手机 选中这个图库 好 进去了 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看相机里面 我们选中相机 相机里面选中第一幅图 好 好 我们打开这个照片 我们发现这是我前几天拍的讲课手的照片 那我们还是可以在鼠标上面移动 然后我们再实验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双击 OK 双击之后这个 呃 画面变大 我们再双击 更大了 然后再双击 OK 回来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完全就是我们这个出屏的这个效果 完全可以实现 呃 也完全可以代替手指去出屏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演示的环节 当然现在这个只有鼠标左键 呃 他并没有 实现右键 呃 对于这个右键的话呢 我们也是同样的方式进行添加 好 我们先把这个程序停掉 呃 我们看一下啊 右键还是一样的 在这个里边 去实现 那么我们就选择 呃 PA7对应的这个PA5作为 鼠标 右键的按键就好了 那这样我们在初始化的时候呢 需要额外的去初始化一个PA5 我们把这部分复制 这里呢改成5 就把PA5也初始化了 PA5初始化完了之后 初始化为输入 然后这一部分还是要重新 啊 这部分已经不需要了 因为这个9到5已经通通的啊 包含在5的5到7了 包含5到7了 那么后边这个 还是要重新来一下 如果大家觉得在一个函数里边比较扁扭的话 写两个函数也是可以的啊 中间一些部分会重复 那么这个就再加一个5的 然后这个初始化完了之后 后面再加一个struck 以内的这个只能做一次 不然就已经乱了 好 我们把这个再做一遍 那么这样的话呢 5也配置好了 5配置好了之后呢 中段函数其实还是一个中段函数 我们就相当于把这部分 再来一遍 那么就这个就是重断线5 然后这个就是通通改成5啊 跟这个 7相关的都改成5 那么这个mouse key呢 实际上就不应该是1了 右键应该是2 好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部分就处理完了 我们还要进行一下相应的测试 就是看一下这个中段能否正常出发 好 好 先编译一下 编译完下载 嗯 OK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现在能不能正常工作 好 我这边手机返回 然后出发到 这个手标模式 这样看吧 说到手标模式之后呢 我来 按一下这个右键 看看它有没有反应 OK 那么实际上是有反应的 我们进去 然后按一下 它会退出 呃 形成了一种返回的效果 这个鼠标右键在安卓下 居然是这个效果 你看我们点左键就进入了 然后进入这个图片 点右键就就返回 然后再点又返回 好 这就是鼠标右键在安卓系统下的这个效果 因为我之前拿手拿自己的鼠标测试的时候呢 也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这个效果还是挺逗的 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鼠标在向侧上移动 点击左键就进去 然后点击右键就返回 好 这就是我们鼠标左右键的这个效果 嗯 嗯 还是挺有意思的 好 那么大家可以按照这个程序和我们的电路实践一下 这个啊 也是很方便的在手机上使用 好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呢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课程继续讲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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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